量化交易要完蛋了吗 没有那么简单 最近呢有很多的投资人甚至机构都认为 我们的市场不给力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这个量化交易的锅 为啥呢 每一次市场一涨 就会触发一些量化交易自动卖出的单子 砸盘的同时低息筹码 很多投资者认为就是这个量化交易 加剧了我们市场的波动 而且呢量化交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对于其他投资者来说公平吗 他们会对于其他投资者卡单 或者是通过日内反复的融资融券 砸盘吸筹拉升卖出的方式割韭菜 所以最近这个量化交易都快成重视之地了 甚至都有声音建议干脆禁止掉量化交易算了 结果今天我们就看到 证监会指导下发了一系列的 加强量化交易监管的规定 很多人解读为 这个是在重拳打击量化交易 但其实呢仔细看一下措施 你会感觉与其这叫做打击 还不如叫做纠正 区别在哪里呢 真正的打击要么就是直接暂停量化交易 或者是严格控制这个交易的规模 而纠正是提出一些法律规范 只要把交易行为如实上报 只要不违反规定 量化交易还是可以做的 重点更加偏向于打击操纵市场 破坏交易系统安全的那些违法行为 比如说交易所列出了四种情况 是要重点监控的 这四种情况呢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第一条和第四条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本规定解释权归交易所所有 第二条是每秒钟挂单300笔以上 或者每天挂单2万笔以上的行为 要予以重点监控 翻译过来就是说 只要你不超过这个数字 量化交易该做就做吧 第三条是多支证券的交易价格 或者是交易量明显异常的 如果这个期间 程序化交易有大量参与的 要重点监控 那翻译过来就是说 只要量化没有对股价 没有对指数影响太大 问题就不大 在这里面唯一有硬标准的就是第二条 每秒300笔每天2万笔以上 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今天龙虎榜上最活跃的襄阳轴承 全天成交了11万6千笔 但你要知道 这已经算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呀 因为一天超过10万笔成交的股票 一个月都见不到几次的 很多股票一天只有千百笔的成交 如果一天能够上万笔的成交 这已经算是非常活跃的股票了 所以呢 其实第二条的标准 已经能够满足多数量化交易者的需求了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这次的监管 并不是说像大家以为的 单方面的在打压 而是在边输边倒 寻寻善用 因为事实上 很多市场都并不反对量化交易 比如说像美股 它多数的成交量 甚至都是由量化贡献的 如果直接叫停量化交易 确实不现实 但是严格监管 必不可少 当然了 如果像一些报道里说的 量化利用资金优势和交易速度 快速拉板 再吸引散户跟进 然后反手融券做空 这个就得好好查查了 查查有没有恶意锁定融券券员 恶意挤占交易通道 有没有恶意利用流动性 冲击一些小盘股 达到操纵股价的目的 要知道我们最恨的 可不是用电脑交易 而是用黑手交易 留给许老板的时间 可能真的是不多了 16号的下午 深圳南山公安局发通知 依法对恒大财富的杜某等人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而相关投资人 可以进行报案登记了 而就在前一天 恒大人寿 被刚刚成立的海港人寿 全面接管 到目前为止的 恒大系金融板块里 最核心的两颗棋子 已经都被处置了 所以目前呢 真可谓是 山与未来 风已满楼 这个恒大财富成立 205年的11月 注册资本是10个亿 法定代表人是杜亮 大概率杜亮 就是这回警方通报里的杜某了 那么在当年呢 互联网金融是非常火爆的 许老板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就搞了恒大财富 按照当时的说法 是要做供应链金融 也就是帮助恒大地产的 上下游企业们融资 可是实际上 很可能涉及到了 资金池和自容 恒大财富给的利息 虽然比不上P2P 但是比起存款 比起银行理财会高出不少 加上恒大自己 世界500强的身份作背书 所以还是很受欢迎的 恒大自己通报说 从头到尾 他们一共募集了 921个亿的资金 但是呢 随着恒大系的风险 逐步的暴露 恒大财富也兑付困难了 到2022年底 没有兑付的本息 合计达到340个亿 当然了 恒大财富的雷 不是说一下就爆的 跟其他的平台一样 他一开始 也是想用时间来换空间 许老板甚至还说 我可以一无所有 但是恒大财富的投资者 不能一无所有 要确保所有到期的财富产品 尽早全部兑付 一分钱都不能少 但实际上呢 恒大财富给的兑付方案 就像挤牙膏一样 比如说最开始的方案 是到期的第一个月 还10% 以后是每三个月 还10% 如果想要提前兑付 可以用恒大的房子 商铺或车位来抵 慢慢的 就变成每个月还8000了 然后又降到了还2000 等到今年的8月31号 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也不知道 许老板现在是否还记得 当初的承诺 而且呢 恒大财富在爆雷之前 还曾经有过多名高管 自己提前把钱赎回来跑路 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 那位法人代表杜亮 在事情曝光之后呢 恒大的答复是 已经要求这些人 把所有的钱 都必须限期退回来 而且呢 给予了严厉的惩处 后面也确实发了公告 说这人都把钱还回来了 但是到底有没有还 又是怎么惩处的 就只有天知道了 那么这回警方采取的是强制措施 而且还提醒相关的投资人 进行报案登记 这就说明事情的性质 十分严重的 不排除会朝着 按照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的方向再办 340亿的窟窿很大 关系到数以万计的家庭 340亿的金额其实又很小 小到在恒大 两万多亿的负债面前 连2%都不到 恒大集团的问题很复杂 恒大人寿也好 恒大财富也好 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大学生太多了 咋办呢 做家政去 近日商务部等等 16个部门的一个工作方案 居然是鼓励高校毕业生 创办家政企业 也鼓励家政企业 积极吸纳青年 很多人都看懵了 哦我养个孩子 寒窗苦读十几年 毕业之后就去干家政吗 还有人说 这难道是想敲摸摸的 放开教育培训吗 但是我觉得吧 这个措施或许是触及到了 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个 关键问题了 咱们把格局打开 做家政不是去当保姆 而是为了改善财富分配的结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得从基本原理说起了 包括家政在内的消费性服务 也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改善分配 比如说一个岛上有三个渔民 都是靠卖鱼卫生的 其中有个渔民他不断的钻研 结果做出来了一张鱼网 生产的效率就大幅的提升 他捞的鱼越来越多 把鱼架都给打下去了 搞到另外两个人 手工捞鱼卖 已经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了 还不如给大佬跑腿 他俩就一个去做饭 一个去打扫卫生 给发明鱼网的那个鱼民去服务了 结果发现收入比自己捞鱼要高得多 而现实社会也是这样的 生产力进步越快 反而有很多人收入下滑 因为生产效率的差距太大了 一部分生产力很高的人 他就能满足整个社会 所需要的高质量产品 那假如未来出现了超级人工智能 可能只需要一万个人 就能生产一亿人所需要的产品了 那其他人怎么办呢 搞服务业 低生产力的群体 与其选择继续赚生产的钱 还不如选择服务 赚高生产力群体的钱 经济学家李迅磊 也论述过这个服务业的问题 咱们现在不是制造大国吗 咱们的目标是制造强国 但实际上制造强国 并不是说要不断的提高制造业的比重 越强大的制造业 它的附加值的来源 越是生产性服务业 像什么研发设计 咨询贸易金融之类的 因为服务业就是为制造业赋能的 另外呢 制造强国的结果肯定是国强民富嘛 那当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之后 消费升级了 就一定会消费越来越多的服务业 此外服务业对于就业的拉动 也会大大的超过制造业 更不用说在未来 制造业里有很多流水线的工作 会大量的被人工智能和机器所取代 但是在服务业里面 很多的工作是个性化的 比如说他考验的是 你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能力 表达的能力 待人接物的能力 这样的工作反而很难被机器所取代 李迅雷还对比了 中美日三国服务业的占比情况 发现美国服务业占比是显著高于日本 而日本就会显著高于中国 那这两个国家 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全球制造业强国 所以你会发现了 发达国家走的发展路径 都是经济发展水平上升的过程中 制造业比重是先上升后下降 而服务业的比重则是持续上升 所以在未来 我们或许也会经历 服务业的比例显著上升的变化 这也是中国消费升级的巨大潜力了 因此不管是从政策上 结构上还是观念上 我们都不应该再对付 网上订房1300 但是到店说只要给700多就够了 靠烧烤野性出圈的自博真的是隐瞒了 五一别的地方我们看到的都是坐地起价 可是自博居然是坐地降价 根据媒体的报道 有网友预定了五一期间去自博的酒店 原本费用要每天晚上1341 但是随后收到酒店的通知 说是到店之后只要给735 原因是当地的政府为了防止酒店房价过分上涨 进行了价格控制和优化 而且这个事一直会持续到5月底 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精力 说在自博买了两种口味的切膏 居然只花了6块钱 这又完全颠覆了之前切膏刺客的印象 不出意外的这波操作又赢得了网友们的一片好感 自从靠着烧烤CV出道之后 这个自博的热度蹭蹭蹭的往上涨 美团点评数据又显示了 五一期间自博的旅游订单同比增长了2000% 网友们热情到已经超出当地的接待能力了 自博自己都直接发了通知 说是当地酒店基本上已经住满了 为了保证大家的旅行体验 建议大家错峰出游 甚至还顺带的介绍了一下 山东其他地方的特色景点 据说看到自博这么火之后 很多城市已经在专门开会 讨论如何学习先进经验 要摸着自博过河了 不得不说在自博之前 一个小地方想要出名实在是太难了 一旦上头条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好事 要么就是什么天灾 要么就像唐山烧烤那样的负面消息 自博烧烤刚火的时候 就有网友说 上一次看到自博成为新闻的焦点 那还得是在2000多年前的奇果 的确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来自博一直就默默无闻的 主要是经济也没啥亮点 2022年它的GDP是4402亿 在山东也只能排到第七名 还不到青岛的零后 那以往某个城市 想要刷存在感的话 也有很多的做法 比如说可以到中央级的媒体上 去打广告 或者是申报创建文明城市之类的 但那些要么花费比较高 而且效果也不好被量化 甚至很有可能辛辛苦苦忙活了半天 被一条负面消息 就能给彻底搅黄了 比如说前几年 同样发生在山东的 38元一支的大虾事件 但这回呢 自博可以说是用实际的案例 告诉了大家 如何低成本的做好这个城市营销 你说这个自博的烧烤 真的就很有特色 味道真的就独步天下吗 恐怕也不见得 但网友们更在意 或者更稀罕的 或许就是那份诚意了 这其实也是目前各个城市 尤其是那旅游城市所最稀缺的东西 网友们最讨厌什么事啊 去外地被出租车绕道 被酒店坐地涨价 被餐馆短金少两 被商铺抢买抢卖等等 网友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假如我去一次雪像的开销 居然高过了去北海道 我游一次三亚居然跪过了东南亚的话 那我们肯定自然就会选择 用实际行动来投票了嘛 野性出圈的自博这次吃火了 省下了无数的广告费 蜂拥而至的人群相信会给这个城市 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希望接下来的自博能够继续 简单质朴的诚信代表 国企当二道贩子 坐地收钱 民企当傻小子 吃国企剩饭 1月份刚卸任了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2月份姚洋教授就捅破了一个马蜂窝 这两天在一次媒体的访谈中 姚洋说 许多国企当二道贩子 拿了项目不干活 转包给民企 坐地收7%的手续费 姚洋这番话立刻引发了共鸣 有网友诉苦说 7%那是非常良心的价格了 实际的情况大多数都是10%到15%了 个别还有20%的 想想这是挺离谱的 什么项目先给出去20%还能挣钱呢 同时民企拿到这种二手工程项目 预算很紧的情况下 它会不会偷工减料 会不会拖欠农民工大哥的工资 或者说是干脆最后赔本赚吆喝呢 要说这市场经济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又没有刀架你脖子上 民企干嘛非要接这口饭呢 姚洋的解释是 民企没法跟国企直接竞争 因为人家不带你玩 一方面有很多的地方 为了免责或者说是规避责任 只把项目交给国企 就算民企的报价更低 但人家不用你 另一方面呢 银行也是亲疏有别 相比民企更愿意贷款给国企 那有些网友还补充说 有一些小地方的建筑行业 民企连资质都拿不到 有资格证的不干活 干活的没资格证 民企想要吃这碗饭的话 就得先抱国企的大粗腿 而且有时候呢 民企也拿不到银行的贷款 还得自己先垫资 想想民企假如拿到了一个 100万的项目 先给国企钱 然后呢 再把税收各种招贷费除掉 成本直接干做3到40万 最后如果还能剩下5%的利润 恐怕都是谢天谢地了 万一再遇到解款拖延什么的 那不就更惨了吗 有人说了 其实以前呢 也是让民企参与的 但肯定是这期间呢 产生了各种腐败 内部交易 所以呢 只好两害相权取其亲 但是国企转包给民企 这个转包过程 难道就是干干净净的吗 或许 惩治腐败还是需要加强监管 和提高透明度 而不是简单粗暴的 一棍子打死啊 再仔细想一想 因为一些地方怕承担责任 让国企和民企 成为了这样的关系 这难道不是浪费了社会资源 破坏了公平竞争吗 角色层一直在不断的强调 咱们要优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 解决民企业的发展困难 提振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 我想正是因为这样 姚洋教授才会勇敢的 替民营经济说句良心话 他说 这不是我们对于民营企业的政策 有什么变化 而是下面执行的问题 大企业兼项目 再分包给一些小企业 这样的分工很正常 但这种分工应该是市场化的 看的应该是实力 规模 盈利能力 而不是身份 如果一开始就是身份决定一切 那这个经不就念歪了吗 感谢观看